对对对还是建议大家多练吗 因为你不不一定说你要重原题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 你还是对自己会有提高的 比如说他的搭配啊固定搭配啊 还有一些升级啊还是会有提高 hello ellie 你好 hello 威廉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次看到 ellie 这次的分数是过了 ellie 这个学生也是比较有意思 上次被我就是讲了一通了 因为他朋友全把我屏蔽了吗 因为他要出去玩吗 所以他就也没有很认真服气 所以上次考的不是很高 那这次就考了还蛮高的 就是67分对吧 对对然后67分以后 主要是呃 我看你这次口语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提高很多 上次五四这次也是五四 对吧嗯 然后五四原因就是 你刚刚你刚刚你帮我说了 你不是很建议大家使用一句话是吧 对对 你这样会说什么吗 嗯 那个口语的话 呃因为上次我是全篇读的 然后其实我只有13天的时间复习 所以我没我也没有再重新呃复习口语这这一部分 因为我主要成绩下也是差在写作跟呃阅读 然后我口语这部分我就想看看能不能稍微提一下分 然后我就用我上次是诊断读然后我这次就换成一句话 但是我在一句话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会受旁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所以即便你这句话能读的读的很好 但是也不排除会受旁边人影响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能用诊断的话 能读的话还是读诊断的好 啊可以可以就是你是不建议大家使用一句话对吧 对对对你这次的阅读的话 你是提高了大概20多分 你这13天阅读你是怎么有怎么复习的呢 啊阅读我基本上把那些平台上那个萤火虫 还有星际这些的平台上的呃基本上都 都刷了一遍刷到我做出来 对刷刷到我做出来都基本上五中四啊六中五啊 只容错率就一个这样子啊也是会嗯 但是考的时候也不是全考的啊 都中个两篇啊 你真的有去练习对吧 对对对还是建议大家多练嘛 因为你不规定说你要中原题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你还是对自己会有提高的 比如说他的搭配啊固定搭配啊 还有那些生词啊还是会有提高 OK对这次写作的话是提高了30分 就是你之前可能使用模板的话还不是很懂得写关键词 所以这次你就使用微然老师使用的关键词 所以给你帮助挺大的对吧 嗯对然后我一开始是就使用名词嘛 名词代入的话那个用模板的话 词词数不够我也没怎么检查 然后发现词数不够因为要到200到300这件事最好的 然后我后来就还是看那些可能会考到的题目嘛 然后我就再加了一些关键词凑够字数 然后主要还是检查一下文章中不要有错字啊 据语法啊这些还是多练吧 OK上次WFT也没中到 现在WFT这次中了四中四 所以这次对对 对对这就是比较比较 比那个比较大的原因吧可能是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因为上次给你打电话时 我个人感觉你自己也承认你并没有很努力吗 对之前我感觉因为我一会儿出去旅游 一会儿开心对吧带孩子对吧 总共的全都在玩对吧 千许 因为我想是 因为我一开始在上威廉的课 我就想着每个礼拜都有上课嘛 然后我一开始提醒都不了解 真的是很快出分 如果你认真练习的话 因为一开始我提醒都不了解 然后每个礼拜都等着威廉再给我上课 然后上完课之后呢 我又想着 对然后我下一个提醒还不了解 要不我等所有上完我再去再去看吧 所以我就是 但是到最后上完的上完之后 我发现我好像没有时间再去看 因为我需要考试了 所以我几乎第一次考就是熟悉了一下提醒 然后我就去去考了 其实还是要多练 对对好的 你当时是小红书找到我的是吧 对对小红书 好的好的 那就很开心你这次能够考过了 你你现在你在布里斯班吗 还在新年 没有没有 我还没过来嘞 啊还没过来好的 没问题 那就谢谢你们分享了 好吧 有机会的话 咱们可以在澳洲见 嗯好好 好的好的 拜拜 嗯